AO 老师弟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来看马扎尔人对上八战亭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好 先来看一下 大约出生点位八点钟方向的马扎尔人 博明特性 是拥有免费的近战伤害 这个封路锻造技术 那到了帝王时代呢 还可以选择点金罐技术 玩这个反驱弓 可以让自己的重装马弓 并且射程跟伤害 都是最顶的重装马弓 非常强大 那马扎尔人没有任何的 经济加成 所以前期还是要多靠漏马 或者是前期打工兵 做出一些伤害 才可以获得一些经济优势 不然对农的情况下 是很容易对苏人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拜南提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毛兵 骆驼跟 枪兵都有25%的折克 而且帝王时代价格非常便宜 那这个文明 基本上是全能型的文明 因为他的骆驼呢 就有这个三级的马凯 而且骆驼很便宜 而且有大洛马 但是问题大洛马没有品种 血量是比较少的 那后期可以考虑转马弓 或是打扮行圣奇兵 都行 所以真理科技的部分也是全慢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那这场比赛对决呢 算是两边都没有经济加成的一个 特性 两个都是比较偏 军事方面的文明 就是 开农路线 可能比较没那么优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里是四 这里是四块金 花在前方 后面有一块附金 左边有一块 哇 这两块黄金的位置 都在正前方 那马扎的这边也是 两边的黄金都是 比较惨的 诶 诶 马扎后面有一块附金 还不错 但主金还是偏正面 甚至也是在 高地上 这个要围起来也不是太好 我觉得这样图 会变成打架图 前期可能会打得很凶 好来看一下这边 模仿已经快要盖好 现在 八成天人十七春 点下了织布 十八春点了织布 应该是要十八匹 升封建时代 好上面这个马 要赶快带回来 OK 城城中心 现在有点 没事做 四个人再盖了一个新的法务场 好 这里棒棒加洛马过来 臭名过来打架 先把洛 棒棒给逼退 OK 这波逼退打得不错 好 棒棒过来 OK 好 应该是绕不过去 所以这边 直接想要直接打这个房子 好 升尖时代 已经升级好 所以还差一点木头 刚刚被烧毓了一下 木头慢了一点 射箭场 OK 转射箭场 马扎儿 这边是三棒棒 欸 后面又补了一根棒棒吗 出发了 难道是封建要准装甲吗 感觉 这手短装甲也是围死一网 好 那现在半难停点了 毛兵 三只棒棒 来到了前线 正面大包围 好 赶快围起来 哎呦 这三棒棒差一点敲 把这个赤猴敲烂 好 好 现在赤猴封定时代伤很较高 而且有异攻了 好 现在蓝色 肉马 伤害16点 非常可怕 好 结果肉马 先被解决掉 现在棒棒 骚扰不到 但是棒棒也是有这个1点伤害喔 攻击是5点 哇 打这个毛病伤好高啊 千万不要再继续打了 这个毛病 这个棒棒是惹不起 等一下稍微走A一下 走A一下 OK 这波走A 换掉了非常多血量 再往上走 睡一下 好 哎呦 被靠掉了一只 尴尬尴尬 这个 走A一下也是可以的 好 半生亭人前期打了毛病 价格便宜 那现在农田赶快补 接下来就是赶快升10代了 那现在马扎尔人 出了更多肉马 八蛋亭这边肉马有侦察到 哎呦 转弓兵了 那弓兵里面 这时候 八蛋亭还不知道是弓兵还是毛兵 虽然还没有肉头出来 好 现在出发了 点下来一击射 这里抓到想挖矿 在马大这边表示不给挖 想抓村 但是香兵在后面 好 肉马还往前 这一波工兵过来 开打起来了 问号怎么点进去了 工兵第一时间想要点掉枪兵 但是枪兵的数量有点多 点不完 肉马最后是 凯因坎 最后还是选择了撤退 哎呦 又被戳到了一下 我靠 好 那现在两边的村民 都没有被击杀 但资源量已经有差距了 八蛋亭这边一直被进攻 村民被破去盖东西 好 防守去打这个肉马 所以这个资源采集量 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一直被骚扰到 好 这里收村 好 逼阵躲掉 好 这波村民要拉村民过来盖下城门 哎呀 拉村民过来打架 不如去盖个城门 对不对 就有机会搞到 好 枪兵现在 现在有三只 好 再次走到了TG附近 想要偷抓村民 看来没机会 好 城堡塞点下了 明确实这波打得还算不错 确实有骚扰杖 资源已经来到的话 要差距 七八百左右 好 好 光马稍微粉击 控兵续控 控兵继续打 哎 这只毛病 要死了吗 好 村民戳到了 好 城堡塞点下 下方 这个工兵过来 但是毛病已经看到了 好 防守很迅速 这些工兵应该做不到事了 那马扎尔这边 团队加成 变成马攻制造速度很快 所以待会双试剑场 就可以稳定出马攻 开TC 那如果现在出马攻的话 半天人只要出战毛兵 就可以压制住了 所以如果走马攻路线的话 马扎尔人还是要转一些骑士出来 打这些战毛兵才行 现在如果走枪毛路线 对于马扎尔人来说 还是有点吃力的 好 依存到时代 现在点下二级伐木 跟零铠甲 好 选择了马攻路线 这波建筑雪 围的还不错 但下面的洞还是很大 好 场面直接溜了过去 好 马攻二级射 好 赶快处理一下这些枪兵 好 后面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这波决定是要来 稍微有点详经室 配了一个投石车 好 阿扎尔人 这边走马攻 黄金刚刚被干扰的关系 现在黄金有点不太够 但是工程器制造所 已经盖好了 但是盖在哪里呢 看一下 好 不在后方吗 欸 这个工程器制造所 好 在这里 远在前边 近在眼前 好 呵呵 呵呵 好 现在六只马攻 已经 有点成型的样子了 正常马攻成型数量 还是要来到20只 伤才会比较稳定 前面数量太少 效果还是有限 好 这边是先点拇指环 这个蛮特别的 先走拇指环路线 而不是走弹道学 这个肉投资也是蛮多的 但这位马扎尔人 似乎没有想要投资骑士 去解 掉对方投石车的想法 是用投车配马峰的路线 好 现在半单提人 扣这个黄金扣得很好 好 这个枪兵全部倒地了 好 车过来砸一发 哎呦 这个往回拉的很快啊 好 骆驼可能会直接上吗 哦 拍到了一下 这波投车伤害给的很足够 再来一波 鼠骆驼 开始有点怕 好 投车过来 马车 哎呦 投车低打高 打不掉 高打低投车 还是比较痛 好 骆驼最后死了两只 然后低层直接倒下了 投石车要赶快继续按 所以马扎尔人 投石车基本上是不太能断的 大家如果要按投石车 又要按马攻的话 好 骆驼今后不太够 现在漏一点爆量 好 转了一只骑士 直接出来砍 舒服多了 直接砍死 哎 等一下 哎呦 差点砍不掉投石车 好 残血的骑士 往后面放 待会补个修道院 哎呦 结果这个投车又变成一换一 好 现在没骆驼 骑士可以稍微出一些 好 后面直接补了一个修道院 这个山头稍微慢了一点 但3TC已经开好了 但是现在舔不够 所以现在半得停 WG SKY 3TC TC闲置哦 还是来到了5分钟 其实产能也只有2TC的 说明产能 好 这一波 躲对方的战矛 躲得还不错 好 先砍战矛兵 最后把骆驼给点掉 马攻上前 直接控住 哇 这台投石车 被吃掉了 这波马扎人的马攻细节 做得很不错啊 一到战矛兵也是不急不慌 慢慢一直一直点掉 好 这个投石车 现在半参帝人走的是一个全垃圾兵路线 骆驼配战矛 马扎的是全黄金兵 马攻配骑士 好 现在半参帝人中点下了2级射 待会就可以射得比较准一点了 好 但是现在战矛兵也不太能去追马攻 有可能会被骑士反杀 所以家里还是要补修道院才行 家里有补修道院吗 啊 没有 但是还是想要给对方压力 这波马攻要冲进来了 这个房子炸裂 射箭厂也没盖好 好 但是一进去就是城镇中心 所以再稍微微一下 好 要撤了 要撤了 这波投石车就是给压力 现在马扎的人家里经济也不是很好 好 终于打破这个房子 好 正前方修了一下工程器制造所 原来Mitchest并没有放弃这个工程器制造所 有吗 但是这个投石车再两发就要打掉了 里面的投石车应该是出不来了 再一发 OK 都拆掉了 好 后面重新补下一个 现在没投车 这边这些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好 点了一个二级马牌 马公已经溜了进来 这里收村 霸灯蹄人 这里 骑士跟马公 再稍微绕一下 好 骆驼就会在前面 四处开火 但霸灯蹄人 并没有继续深追 也没有继续给更大的压力 但正面的火力是确实蛮大的哦 三台投石车 还有一只僧侣 九只落手 诶 那这一队分队就这样回家了吗 感觉这样回家不是很划算 好 但看起来好像是想要一波聚集兵力 好 中间补了一根城堡 哎呦 这个投石车 刚好在城市中心的下面 这个保护色 被建筑挡到 不然天脸被一发驮车 打到措手无击 现在马扎尔人 竞技其实可以点帝王时代哦 看他要不要买卖一下 点个帝王 那这边点帝王 不知道能不能抗得住哦 感觉压力会很大 那如果这边能点帝王时代的话 免费的三弓 对于反击来说也是一个 不错的 不错的 timing点 好 这里决定要先升帝王了 好 看到这边 资源量 先要帝王时代 明确实的决定 先升帝王 目前暴兵 好 投石车直接往前 点第二台投石车 第二台投石车残血活了下来 马公这边撤退之后 骑士被着想了一只 投石车砸一发 差一点点掉 哇靠 投石车最好也是被点掉了 这一波细节打得很好 但是马公也是被砸掉了一些数量 但毛兵现在伤害也是很高 而且有弹道权 马公现在一直一直的倒地 没办法 这个打不起的 好 这里又补了四个试验场 现在马扎人要打赢 其实压力蛮大的 待会一上去 先点个三级射 跟反驱弓 化学 这三个东西先点 马公伤害力就会很不错 而且射程真的是很远 好 但是现在填 前面有些重新要 重复下农田才起 这里有重 哦 重新种田 还可以 好 现在删三片田 虽然还是有点偏少 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没黄金了 这两块金直接被控死 后面的黄金也没有了 另外一块黄金是在下方会有野金 现在黄金被控 生活有点难受 好 直接点了银罐 让自己的宝兵单位 不需要黄金了 好 反正天人点下了手锤车 手锤车点完应该也是要准备神帝王了 而且农田补了一点多 来到了四十三片田了 好 这个农田量是蛮多的 应该还是要足走 骆驼跟垃圾兵的关系 农田才撒到这么多 当然是后面填是越多越好 待会那个枪兵啊 还要转肉码都是ok的 最近转兵喔 科技的升级 吃食物还是吃了很多的 好 发生天人 这里买卖一波 帝王时代点下 马达一升帝王时代 先点了手推车跟化学 还有装兵技术 好 并没有马上去点反驱弓 现在没有钱可以点反驱弓 卖了四百木头 换了两百十九块黄金 现在马达人 黄金全靠买嘛 这里要重回挖下了黄金 好 那看到对手上帝王时代 发生天人这边选择了稍微撤退 发生说撤退也不是完全撤退 反而是这边又再来一波集结 想要抓掉 马达人的本队 好 这边是想要盖宝吗 还是想要去走 出去挖野金 那好像没有机会 这四五村 要赶快回来 这这么多村 应该是要来盖城堡的 好 后面骑士 直接被骆驼给维尤秒杀掉了 好 这波投车 杀掉了战毛兵 大量的数量 好 这边投车 还在砸啊 哇 又砸到了几只 两边是有来有往啊 好 马达人 现在十四只马蜂 我给投车 现在伤害应该很够了 来到了六加四 十点伤害了 分一只强弩士 没什么两样 但是问题是没有弹道学啊 好 刚讲完你就点了 是不是 突然想起来 射歪的原因 好 这波想要两边对盖宝 硬打 但是感觉霸丹体能 这波会打输 正面的洛数太多 没有办法有输出空间 而且马攻速量也不够 好 这波果然马达人选择了放弃 发生天人的城堡 快要建立起来 好 马达人这边要另寻辟处 这边城堡盖这个位置 先把主金给控住 哇 便宜骆驼 量真的是大 好 来到了地獄之代 点下了三级圣根法学 众装骆驼也点好了 好 化学一点好 动到骆驼 算底色 好 这个城堡盖起来 骆驼第一时间被抓掉 骆驼有机会抓掉巨型同机吗 但是好像没办法 城堡机盖好了 好 离退了一下 这波的骆驼 骆驼这边损失去两点多 这波过去大概送了七八只左右的骆驼 好 但是现在标骑兵 已经准备好 偷家路线了 免费的三攻 让标骑兵来到13点的伤害 而且标骑兵已经点下了银罐技术 不需要黄金就可以研发 一只八十块钱 八十块肉彩队 好 说村民是非常有效率的一个 骑兵单位 而且血量比大路马血量还租 195滴血 到地獄时代是105滴 这个精锐升级 好 马大人现在进攻 使用标骑兵来拆巨头很快 对攻城器有外增上效果 但是骆驼有点多应该是拆不掉 数量只有四只还不太少了 好 这一波马弓直接送了一大堆 马大人的马弓有点溃不成军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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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骆驼一直追 马弓一直一直的掉 好 这一波直接在城堡下方 拉回去本队会合 但还是要存在一些骆驼了 好 半断铁人现在空城 空得很开心 马大现在找不到防线突破 好 骨头数量来到了36只 这个正面真的有点夸张啊 马大人经济震太惨了 虽然半断铁也是 两边经济都差不多惨 马大人点下了 重装马弓 好 翻驱弓还没有点 好 巨星托斯基 上去直接被抓掉 标志兵只能稍微输出一下 好 上方的城堡终于要拿下了 现在马大人 兵力依旧不够 为了点科技 让自己的兵力变得有点少 这个科技跟兵力要怎么平和真的是很困啊 对方兵力这么大的时候 其实数量还是要先起来 也比较好嘛 科技先 缓缓 重点是这个数量要起来 好 马大人终于顺利点下了反驱弓 好 马大人终于顺利点下了反驱弓 但是这根城堡可能难守咯 五台巨头 有 这个黄金不挖吗 可是我就拿自己的村库来挖了 那我看来 巴兰天然觉得 待会可能会变成主战场 我其实先不要开挖比较好 好 这里 五巨头顺利拆掉了马大的城堡 金瑞标骑兵也点下 那时候点金瑞标骑兵 是个timing点吗 我觉得这个timing点有点微妙 好 那我们要找去 直接选手的选择 因为这个标骑兵 是他唯一可以开巨头的唯一希望 好 标骑兵升级好 好 现在 巴兰天然有十只左右 好 血量来到105滴 好 巨头这个城堡也 都拆掉了 后面的tc也被秒杀 五台巨头拆太快了 马扎人这里 反抗能力真的是有点差 好 但马公现在已经可以一发一只骆驼了 好 这波巨头已经往前降 标骑兵现在数量还是不够 正面的防线还是没有突破 巴兰天然的骆驼还是继续往前步 数量只维持在40滴左右 这是便宜落索吗 哇 骑兵直接突破标骑兵的坛 前线 马扎人的正面几乎有更没有一样 后面巨头司机 拆得很快 六巨头瞬间秒杀了马扎人的所有人城堡 城堡被拆光 这一位的马扎人 已经没有正面 落马陪挡了 好 这里骆驼上去直接一吃 这里吃掉了非常多的马公 但马公也没有打算放弃 但这头马公好像直接占A 不宜直接打出了GG 我们恭喜巴兰天然直接一波带走了 马扎人 哇 虽然马扎人城堡被拆掉 还是可以转落马 而且落马还有折扣截免 但是这边升级上去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即使真的升级完了落马 也不一定能继续跟 拜登天然的免费骆驼 继续打下去了 并且前线已经失守 黄金也没有了 马扎人一点重装马公 跟反骑公的这个结果 真的是感觉不太好 那这边其实 马扎人打拜登天然这个搭配组 真是不好打 选择性本来就不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这边是由马扎人拿下资源上的胜利 赢了资源 输了比赛 对十世纪帝国 常有会发生事前 好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不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按下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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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